还在花几千块买各种维C精华,拼命往脸上涂吗? 最新的科学研究告诉你,想要皮肤胶原蛋白满满,与其抹在脸上,不如直接吃进肚子里。 就在本月,皮肤科学界的权威期刊《皮肤病学研究》发布了一项颠覆性的新发现。 来自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的科学家、联合德国的研究团队,进行了一项严谨的跨国临床实验。 他们对24名健康成年人进行了长达8周的精密追踪,证实了通过饮食摄入的维生素C,能比涂抹更有效地改变皮肤的物理结构。 逻辑其实很简单,维生素C是水溶性的,涂在脸上其实很难穿透皮肤屏障。 但这项研究发现,当你通过吃来摄入时,维生素C会随着血液循环,精准渗透到皮肤的每一层,从深层的真皮到表层的表皮。 实验结果非常惊人,这24名受试者,每天只吃两颗黄金奇异果,8周后,他们的皮肤物理厚度显著增加了。 这意味着胶原蛋白密度的提升和细胞再生能力的增强,这才是真正的逆龄生长。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? 关键点在于让血液中的维C浓度达到最佳饱和状态。 研究建议,这大约需要每天摄入250毫克。 而且因为身体无法储存维C,必须每天补充。 两颗奇异果,或者是多吃柑橘、甜椒、西兰花,都能轻松打掉。 所以,别只顾着屯护肤品了,真正的发光机,其实是吃出来的。 关注逆龄研究所,我们下期见。